一周一更新的火箭少女研究所 大家都看过了吗 听说火箭少女的美妆小讲堂已经正式上线了呢 话说全民只做人票选出来 那美少女们自策必须要出众不是吗 前段时间想必大家已经听说有部分成员已经剪了发型 其实他们只是为芯片做准备罢了 最近网上流出了几张火箭少女成员们的大片 这是一套复古风的造型 也是成员们第一次扛起复古女郎的大旗 首先孟美琪这张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拍大片戴了假发 还是就剪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刘海 当然拍大片什么样的造型都不足为果 只不过这张照片小编还是不做评价 说真的造型是真的一位小奶猫轩仪 适合这种欧美风型的泡面头吗 这种配上雷哈娜的脸才更合适一点 不是吗 这个造型完全不及格 而且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高级感 差评X2 然后就是杨超越这个造型 大家可能看不到下半身 其实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阔形 但外套杨超越只有一点点 这个造型有点撞脸 最近的热播剧演戏攻略的女主无尽 还有这个柳叶美简直完美 徐孟杰的造型和妆发 是不是有点撞脸白雪公主呢 真的很像光 以前怎么没发现 小彩虹 还有这么一项神技能 不过在所有的造型中 小编中爱的却是段奥娟的这一套 一个简单的高领套头的近身 衫配上一条黑色的短裤 还有一双高筒的白袜子和小红皮鞋 发型也是很干练的那种 虽然跟子宁的有些为同 但是这才是最日系最好看的穿法 不是吗 段奥娟在节目中瘦了很多 但是出道之后的造型师似乎都不太了解 他所以给他的造型都很尴尬 不过小编真的要夸一下这套 没让了 你们更喜欢谁的造型呢 Fox 雲 二 二 We 二 感谢观看